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都是从监狱里面找来那些亡命之徒 普利格金也在政府默许之下在监狱里面去找人 找人找这些不怕死的这些亡命之徒 说你们反正都身犯重罪 那要不要出来我们一起去保家卫国 只要你跟我签了约 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的 在约满了之后 只要你没被战死 那你过去的这个罪行就一笔勾销 你就可以回家 很多人的这个亡命之徒就参加了 所以这一群的这个瓦格纳集团的这些民兵 骁勇善战 而不但骁勇善战 他们甚至是能文能武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俄罗斯明显的想要透过网络 信息战来干预美国的大选 所以当时瓦格纳集团的这个普利格金 就说好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内容工厂 那不断的就制造一些假新闻 假信息 扰乱美国的选举 那么在非洲 在叙利亚这些地方 当俄罗斯的正规军不方便进去的时候 就有瓦格纳民兵 他们先进去打 等于政府军不能打 我帮你来打 那我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 我们叫灰色地带的冲突 所以这些民兵过去也都是跟政府军 或跟俄罗斯政府是互相唱和的 所以瓦格纳民兵之所以势力做大 当然也是普丁养大的 可是当他势力做大之后 军方就不见得跟他们很对盘了 因为军方觉得说 你这完全不受节制 所以国防部长邵一鼓就讲 跟普利格金讲 你那些民兵必须跟政府签约 好歹说些节制 但是普利格金反对 这是我的部队 我的部队 那你为什么你要这样的收编 当然不干 不干 所以他就指责 就发现国防部后来在打仗的时候 跟他们不见能齐心 该给的补给没来 该给的良想没来 该给的弹药没有来 那导火线呢 就是普利格金说 你政府军居然还发动飞弹了 来攻击我的营房 造成我的一些损失 这种可以自己自己握力反 但是国防部是反否认 说没这回事 但是普利格金说不行 我们必须跟政府去谈判 要求政府官员出来跟我谈 国防部的官员必须下台 等会议师 想要到莫斯科讨个公道 所以他叫做正义之旅 可是问题就普丁来讲 你这犯了普丁的大忌 我睁着眼闭着眼 任你这样子养大是可以 可是当你到莫斯科来 你要跟我要东西 这怎么可以 所以普丁马上就发表演讲 就说为这次行为定性 你就是叛变 那这一叛变呢 当然普利格金就发现 哎呀这个根本没办法赢 你的部队怎么可能 真的打下莫斯科呢 那也有外电报道 俄罗斯的情报人员 事实上已经找到了 普利格金的家人 拿这个家人威胁普利格金 你的部队就不要进来了 要不然的话就会有人流血 后来大家都说 希望不要俄国人的流血 在这种无畏地方流血 普利格金说那就叫停 那时候需要个下台阶 所以那么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森科 鲁加森科就跑来了 因为他跟普利格金 也相似二十几年 跟普丁也是都是老朋友 他说那叫我来扮演一个下台阶 那普利格金呢 你就到白俄罗斯来流亡 我把你养着 那你的这个部队呢 就回去 回到你的营房里面去 那政府这边就同意啊 既往不就 就算没发生过 那这些瓦格纳民兵的里面 有些人就生气了 他说我是被普利格金带着走一半 怎么你自己跑掉了 觉得被出卖被骗了啊 好了 那事情怎么善后 怎么善后 第一个就看普利格金 他在白俄罗斯 他在白俄罗斯怎么待 待多久 他会还是遥控他的部队吗 第二 那这个部队呢 回到他他们在乌克兰 俄罗斯占领区的这营房里面 那最后呢 是要被收编呢 还是要解编呢 然后第三个就看到 国防部当然是赢了 可是普利格金他的讲法是 我的部队比你正规军会打仗啊 那正规军必须跟普丁证明 没有这个瓦格纳民兵 我们一样打得好好的 好 那你就必须打一场战争 来证明说你很会打 那所以乌克兰是不是也会遭遇到比较大的压力 但也有西方的学者的分析呢 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俄罗斯内部事实上已经有不稳 普丁内部可能是不稳 可能不稳呢 那中国这边也是非常紧张 而中国大陆也盯着看 万一俄罗斯内部真的不稳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到中俄关系 它冲突会万一 以目前来看 当然这一关是过了 但是后面后续是不是代表真的不稳呢 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那这个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 第二大块新闻呢 我们看印度 印度总理莫迪啊 上个礼拜到美国进行了两天的国事访问 非常热闹 美国非常重视印度啊 尤其现在地缘政治上 他希望拉着印度 拉着印度呢 那所以不但是让印度总理莫迪 在过参众两院演讲 就用一个四百多人的国宴啊 来招待印度总理 那莫迪呢 吃素 那大家的国宴都是吃素 都吃素 那么而且美国呢 也和这个 印度不管在科技上的合作 在国防上的合作 都推上了新的高潮 啊 那么印度虽然跟美国不是 有条约的盟国 但是美国还在同意授权 让印度可以呃呃呃跟美国啊 一起制造先进的战机的引擎啊 也同意卖30架的这个无人机啊 给印度 那么双方的国防合作 国防科技的转移也有新的一个框架 快速的进行国防科技的转移 哇 这事情一超一出来以后 当然莫迪非常高兴啊 莫迪非常高兴 他说这是代表美国跟印度史无前例的互信啊 可是问题是美国一些媒体呢 却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就提醒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老是想说 美国跟印度他有共享的价值 都是民主价值 那美国的媒体就讲说 不是印度是上民主的开倒车 美国印度共享的只是利益 并不是价值啊 而且印度呢 最大特色是 他是变来变去啊 他变来变去 所以不见得美国把印度捧捧到天了 然后印度跟美国就会怎么样的紧密啊 在对抗中国的时候呢 可能有重叠的利益 可是碰到俄罗斯的时候 却不见得 双方是同调的 所以美国还必须要小心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印度他也是非常具有企图性啊 所以印度 印度总理莫迪刚从美国访完 就上个礼拜六二十四号 他就到了埃及访问啊 埃及访问 那么他对埃及访问呢 双方也同意 增强他们的贸易关系 他们的文化关系 那么双方不管在网络安全 资讯科技上面都加强 因为他们都都是属于南方国家 那墨迪想要代表全球南方发言 所以他马不停蹄啊 可以看到墨迪的一个企图心 你看到美国跟印度关系的发展 那这怎么会影响到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互动 因为美国跟印度关系好 巴基斯坦那边就抗议了 巴基斯坦就抗议 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盯着看美国跟印度的关系 那后面会什么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这是美印关系 那么美印关系也就在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国家的元首 也非常的一个活跃 那就是韩国总统尹席越 影习院呢 那上个礼拜他到法国也到越南去访问 上个礼拜五六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他到越南进行了三天国事访问 韩越南也达成了很多协议 深化经济伙伴关系 我们晓得韩国本来三星在越南就投资非常多呀 所以这次三星的也跟着影习院一起下去了 而且有将两百多个企业领袖都跟着影习院下去 强化韩国跟越南的关系 那韩国跟越南的关系 所以强化 那当然韩国最近跟美国靠的比较近 美国靠比较近 那跟越南关系多少也有防中的这样的味道 而且上个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 六月二十二号 萨德的反飞弹系统的环评真是过关 也就是说 那么可能现在全力去部署萨德 明年萨德可能就派上用场了 那中国大陆当然就紧张 因为萨德的防空飞弹系统会影响到 中国认为会影响到中国的安全 所以韩国跟美国靠的近 韩国在外交上又有企图心 而韩国要部署萨德飞弹系统 反飞弹系统 那这个对东北亚的局势 会对中韩关键什么影响 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最后我们看一下李强 中国大陆最近对欧洲的外交也非常带劲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中国国家总理李强 到了德国 到了法国去访问 德国和法国访问 当然在德国就强调中国那么重视德国 而且李强的第一次作为总理的出去访问 就到德国去延续过去梅克尔时代的中德之间政府间的资商 可是问题是 这个时候的德国跟那个梅克尔时候德国已经不一样了 肖兹担任德国总理 可是他的政府是联合政府 肖兹是社民党 他可能跟中国关系温和一点 可是外长是绿党 绿党对中国是比较凶的 所以德国内部的态度不见得一致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放大来看 那么李强这些很重要的一点 他是强调什么叫做去风险化 那么因为在四月份的时候 那么范德莱恩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跟马克宏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范德莱恩就不断讲 他说过去讲的跟中国脱钩 但是实际上我们讲的不是脱钩 是去风险化 但什么叫做去风险化 所以李强这次提出来是中国的定义 他说西方嘴巴讲去风险化 其实他还是想跟中国脱钩锻炼 所以李强就讲说 你说什么叫做风险 如果把相互依存就叫做等于风险 这怎么算呢 相互依存并不是一个风险 而且他又强调说 你真的是双方没有合作了 没有什么方法没有联系 这个才叫做风险 也就在李强在欧洲访问的时候 欧盟公布了经济战略 就是经济的 他们的经济安全战略 那经济安全战略里面 也讲说怎么样的要经济独立 不要对中国偷对依赖 所以经济安全战略将来会怎么发展 怎么执行 那中国用中国的定义叫去风险化 跟美国和欧洲的定义的去风险化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几个不一样定义之后 会整出来 会造成国际政治经济情势的 一个什么样貌 这个正在发展 也很值得我们的关注 所以大概上礼拜几大块的新闻 就为您整理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再见 谢谢owym 我们下礼拜 一下 从这个地方 我们下礼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